我朋友也是蠻可怜的 因为我朋友他就是对于 他那一任男友呢 他都是让他 因为男生的 就是性欲非常的强 那因为我朋友 他事业心又很重 所以他有时候会因为他事业 就是拒绝他 可是男生就拿这个作为理由 他就开始去外面玩 然后跟别人乱搞关系 被发现就说 结婚了吗 结婚了吗 还没有 对 但他就会说 那是因为你不跟我啊 所以我很有理由 即便他生理起来 对 他生理起来 就是女生不舒服 就是女生也是让他 就是OK这样子 那就是女人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接受 这样子的事情 对 他那时候就是 爱到卡叹戏这样子 然后呢 他有是在就是生理期之后 就反正他们就是做完 做完之后呢 他有一天就突然觉得 他肚子很不舒服 然后开始觉得全身发冷 然后又呕吐 发烧 然后男朋友就带他去医院 医生就跟他讲说 你这个是得了 急性的骨盆发炎 你要就是吃药嘛 打针 但其实还好 不用到住院 你就是可以回去休息 结果男生还是继续 他是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要出去玩 你就不能怪他 所以我朋友等于 在没有好的状态下 他还是持续的 就继续跟他 这样子就会一直发炎 对 就后来他有一天 就觉得很奇怪 他怎么又开始腹部痛啊 就是一直在长期待 腹部痛 不舒服 去看医生 医生就说 你现在变成 慢性的骨盆发炎 你是严重到 他里头是已经有 而且他说是严重到 你可能以后会不孕 你不要再这个样子了 因为变成慢性骨盆发炎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只有两条路 不是离开他 对 重点是我朋友 还是被甩了 那最后离开就离开了 就离开了 那又祝福他下一段爱情 可能说 没有 到后来女生 因为这件事情打击太大 后来他的事业就 就往下 因为他觉得是因为他事业太好 就是可能男生会有压力 所以他花了一点时间 要去看那个 心理医师 心理医师 对 非常好 他的身体就是有好了吗 就变成就是慢性 他等于要一直调整 就是等于他太累啊 还是干嘛 就很容易会复发 身心具体啊 身心具体 对 其实我们门诊 蛮多这种类似的个人 就是会觉得 爱到咖啥屁的感觉 那我这边就是一个 36岁的女生 然后她就是 她很害怕每天的晚上来临 因为每天晚上呢 就是她先生可能就要跟她 就是想要亲密 但是她在还没亲密以前 她就还是觉得会下腹痛 然后我就说 你是一直都这样子吗 然后她就说 没有 她是生完孩子之后才这样子 然后她就说 因为她在怀孕的时候呢 因为就没办法开机嘛 然后她先生就是 好像跟女同事有一些 暧昧的简讯在互传 所以她那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阴影在 但是她现在就是 生完孩子之后她就很害怕说 那如果说她没有给先生的话 会不会她们感情就不好呢 然后先生又去外面找别的女生 对 所以她就一直在这个 很挣扎的状况下 对 但是其实女人是需要说 在一些信任感的之下 才可以亲密 才可以享受亲密的行为的 所以她就一直在一个 很不能享受 而且每次做完就会很痛 还没做就痛了 然后做完更痛的状况 所以才才找我 那其实后来就是我们 要帮她安排一个 就是婚姻諮商的部分 去讨论说 建立在重建彼此的信任感之下 他们的信心 才会变得就是比较顺利一点 那应该找两个人来谈 对不对 对 同时是三个人一起谈 对 我觉得只要是couple 都可以去做这样子的智商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可是大部分都是男生 比较不愿意 对 男生都要搞很久 他又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的关系 需要借由第三者来处理 可是有时候真的 就是两个人就是说不清 或者是说不出口 对 哪边不能碰 或是哪边我也不舒服 有时候就说不出口 但有借由第三者 我觉得真的就是会 站在一个比较公正的立场 来处理两方的事 我也是非常赞成 做couple的智商 非常赞成 不过像你刚刚没结婚的事 他不是有婚姻关系吗 对 所以他应该报复他 应该介绍一个年纪稍微大的姐姐 去整他 跟炸弹去叫做他 好啊 来啊 好帅喔 好帅 那还不错 刚刚讲了这么多 突然觉得身为男人感到 非常抱歉 对了 我也是可以解释 类似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们比较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是一个大学 情侣然后来门诊看病 然后通常我们 泌尿科都是看男生 可是我遇到一个很特殊的案例是 是女生很紧张一起来 女生很紧张来问 来带男生来看病 然后再觉得很奇怪 因为通常不会这样子 然后我们才仔细问一下 才发现说原来 就这个女生 她们最近情侣在 就是性行为的时候 因为口交 女生就不小心用嘴巴 把男生的包皮推下 然后呢 因为这个男生就是他以前 从来没有推下来清洁 所以清洁上比较不好 那她一推下来之后 发现就是里面非常多的 就是都白白的东西 然后 所以一直在那长蜜蜜 就是你穿高领毛鷹嘛 对不对 你的高领毛鷹照你说今天洗澡 他已经三年没推 这个都是怪小心理 意外面积 太恐怖了 然后他因为很多构 所以他推下来说 他有很多的 就长很多的小颗粒在上面 就跟那个释迦摩尼的 那个头很像 然后所以没有 就是没有看过 第一次看到一定会吓到 以为是不是里面长菜花 他刚刚用嘴巴说 他等于嘴巴就是含到菜花 然后来确认一下 那东西到底是不是菜花 那我们推下来看 的确真的是 那个东西一粒一粒 那其实是珍珠丘针 就大家常常会跟菜花搞在一起 所以他已经生病了 他是一种 就是发一种 可能长期的发炎 所以导致说 他的粘膜会长一粒一粒一粒的这样子 那他可能 因为他都没有推下来洗 所以他发炎很严重 而且持续很久 所以他长得就非常的多 很像释迦摩尼的头这样 对然后 其实很简单 这方面很简单 就是推下来洗干净就可以了 对那 因为这个男生就是 他也觉得麻烦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 帮他割了一个包皮 让他比较好清洁 对 其实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就要去检查 那个过场的一定要去检查 有一天有一个三十岁的女生 她是依旧 车祸送过来 那她长得很特 就是长相在急诊室非常漂亮 因为她还穿着那个套装 而且那套装看来是很新的 就是都是有刻意去打扮的 那看到这么漂亮的女生 当然你会觉得心情很开心 要帮她处理她的伤口什么的 就是她有骨折 那可是从头到尾 她的脸都很臭 而且很凶 凶到好像是我们让你车祸的 对好像是我们全 整个急诊室都对不起你这样 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那但是你车祸了骨折 那赶快开刀 所以我们就找外科医师 跟她说你要找家人来要签字 来的是她的先生 她先生就穿着那个像居家服 上面还有小朋友吐的东西这样子 她先生就来 然后很臭 跟她太太完全不成 可是她先生来之后答案就出来 为什么原来她不是对我们凶 她就骂她先生说 然后原来她今天这么刻意的盛装打扮 她是要去一个 已经可能可以得到工作的面试 因为小朋友已经六个月了 她真的很想要去追求她的梦想 就面试当中有一个休息的时候 她就现在手机可以看家里的情形 有装那个监视器 跟她先生睡午觉 小朋友在她身上跑 好几次快要掉到床上 好几次快要掉到床上 她先生只是把她这样打回去 打到床上这样 然后继续睡 小朋友已经醒了 她先生还在继续睡 她就觉得如果在哪一个环节 真的就掉下去了 我这个工作我也不想做了 所以她就赶快冲回去 就骑机车太紧张了 心里挂念的笑 对 就车祸 然后就觉得说很不公平 她先生就说 那你就在家带小孩就好了 然后就说 我就不能一样跟你有梦想吗 对 讲起来都女人的心酸 真是一样的 真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道 长辈小孩 骑攻击 身心灵受创 男全育 那之前有一个39岁的女性 她其实结婚了四年 她怀孕了三次 但是三次也都流产了 所以可想而知 那个压力有多大 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 非常地开心 很早就跟她的公婆讲说 爸妈我怀孕了 那但是后来结果当然就不好 那所以第二次 第三次怀孕的时候 她都不敢讲 因为她爸讲了之后就流掉了 那日积月累 这个压力越来越大 她逢年过节的时候 都要做好心理建设 可是她大家的问候关心 就会成为压力 那她的公婆就会说 我听说哪个东西是很厉害 那可以找她调一下身体 那我听说哪个医生很厉害 我会做什么事情 那甚至说 这个东西听说吃了之后 就会生小孩 那我就叫你去吃什么保健食 你去痒痒你的软 可是久了之后 其实也都没有结果 因为年纪比较大了 那最后她就来找我 那我就帮她做完检查之后 大概也没什么其他的问题 大概就是高龄的问题 所以就跟她讨论 那既然这个压力累积这么久 也这么大了 都身心受创了 那我们就做四管一额 那四管一额 大家知道高龄的女性 她的胚胎有很高的比例 其实是染色体异常的胚胎 所以她可能会不怀孕 可能会流产 也可能会怀上 异常的宝宝 像是唐氏症 那所以我就建议她说 那高龄我们就可以做 所谓的PGS 就叫做 提早发现这个胚胎 是不是健康的 淘汰不好的 留下好的 放进肚子里面 结果一次就搞定了 那当然现在回去 走路都有风了 因为她不用再害怕 人家的关心了 带着小孩很开心 那现在台湾 因为大家都晚婚晚孕 十对夫妻里面 其实大概有1.5对 也就是15%的夫妻 可能就有不孕的问题 那不孕问题 大部分其实还是高龄 所以我一般会建议 这种压力 其实是可以早期解除的 所以一定要 备孕一年之后 原则上 一定要找医生做检查 然后寻求适当的帮助 别忘了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并按下铃铛 收看我们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 精彩内容吗 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 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